国民党主席郝龙斌日前抛出了蓝白河 却引发了两边阵营的反弹 民众党立委蔡碧如接受专访时更大酸 两边支持者年龄差距大 难道要轻盈共居吗 但民众党前文宣部主任柯玉安根爆料 说当初中二选区立委补选 柯文哲母亲何瑞英巧遇国民党候选人严宽恒 就是党内亲蓝营金主运作蓝白河 更大批这是死路一条 但柯P本人却亲上火线驳斥金主说法 先前中二选区立委不选 柯文哲母亲何瑞英巧遇国民党候选人严宽恒 当时引发轩蓝大波 民众党前文宣部主任柯玉安爆料 根本都是党内亲蓝营金主操盘蓝白河 在民众党内是有人在安排这件事情 就国民党体系出身的人 以及有一些比较偏蓝的金主运作所谓的在野合作 让民众党永续发展 那蓝白河就是死路一条 柯玉安他爆料说 民众党内有所谓的蓝营金主 问题还没问完 柯文哲听到柯玉安三个字 已经忍不住猛抓头 民众党还有金主 我怎么不晓得 长主席都不知道 温宣部主任怎么会知道 整个党一年下来 人家捐也没有多少钱 蓝色金主是谁我都不晓得 蓝白河 我跟你说 我是顺其自然 党内侵然失利 柯主席本人赐两拨千斤 但据传已经手抓党务的民众党立委 蔡壁如隔空表态 北市蓝白河绝对不可能 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本来就很资深 民众党的支持者 就是一群年轻人 亲吟共居 或者是老少公伴 没有蓝白河了 台北市 至少台北市 至少台北市看起来 蓝白潜在选民年龄差距 被作文章 但听在国民党耳中 却不是滋味 合作不成仁义在 我想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不需要如此酸言酸语 我们自己在基层跑 大多数认为是 不需要蓝白河 蓝银基层民代 同样对两个颜色合作 掀起反抗声让 谨慎国民党大佬们 狂喊蓝白河 恐怕只是专兵求货 突然无功 接着我们讲黄春博 台北报道